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师 那今天的影片要介绍的是 天理捷手游当中的周虫跟祖豪这两位的角色 那在TopTop上的天理捷手游官方 有释出一个情报 这是这两只周虫跟祖豪 人在江湖飘荡 只靠单打独斗 是很难生存的 很多人都选择 寻个合拍的搭档 吸手前行 而紫云通口两派掌嘛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对胖兽组合骨子里透露着一股邪气 谈吐形式中充满防派的销伤与骨鸡 有趣的是无论合时和力量都会同时登场 这一对有趣的奇法兄弟就是周虫与祖豪 周虫与祖豪在天理捷原作三部曲中居公出现 前者以一手灵力的剑法御敌 而后者则修得一身秘传作法 按剧情发展的时间线来说 两人的终绩在黄生节中就已经显现 在第一部 中两人还是各自门派中的大例子 他们的师傅一位刚正不安 一位宽以待人 虽然两人总想出风头 但有师傅在 什么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后来紫云空虹的老掌门相继四次 这边科补一下 紫云空虹 掌门去世啊是在 跟 天窑派的掌门雷进 对打的时候 就是不幸四次的 周崇变出了紫云派的掌门之位 而空虹派也落入了朱号手中 寻觅武林自把扯 扯了两兄弟的信条 同时还对武林盟主之位也虎视眈眈 在第二部 优神幻进入中 优神幻进入中 两人在庞杀宝外 欲 窜夺盟主之位 与夏威等了 冰龙相像 诶 在庞杀宝当中 他们两个有要窜 窜盟主之位吗 有吗 我一直记得一直在酸 慕容针而已 你这个武林盟主 当假的 之类的 但 但其实慕容针有说 他知道自己是被 顾虑出来当武林盟主的 所以我觉得这边 嗯 乖乖的 逼你事件之以以命 护下侯以忠权 坦子之间就像周末 两人的招式挡了回去 而这两个兄弟被突然 招式打了落花油水 场面死乃骨气自治 然后这个 动画是后来做的样子 在第二次封轍当中的实际系 并没有这个动画 看来是之后会增加的 好 最后这番闹剧 由天涯化大力子 秦维钢调停 秦维钢 为人正直 武艺绝冷 嘲讽这两兄弟来 自己也是不含糊 面对秦维钢的指责 计讽 两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自此周崇祝浩 便处处与夏侯儀等人作对 在后面的高昌古城中 韬铁部下来 晃进祸乱周遭百姓 心里有怨气的 周末两人竟打算借 韬铁之地将夏侯儀等人做掉 所幸露出马脚 被人试破 才让奸绩为人得逞 也许部分少侠觉得两人虽恶 可兄弟两人感情还是很真挚的 但其实这两个兄弟的感情 只是由于表面 他们彼此都参与自己的狼子野心 好这个是 周崇的剑法 其实周崇是暗属性的 还是其实 然后是SR等级的 然后是暗属性的角色 其实蛮少的 好 猛气破虫 这是周崇的 周崇是光属性 周崇 傲慢极端 妄图独吞 独吞 武林盟主之位 周浩在他眼中不过是个附庸者而已 而周浩则想先寻 时机并吞指引派 哪怕会因此少侠周崇也再处不息 等下两派合一后 再打武林盟主的主意 像周崇周浩 这种人在武林中还有很多 他们俏俏是江湖险恶人心的缩影 自许为名门正派 可彼此间却虚伪奉承 对外时又欺卵怕硬 但正是有这种人的存在 才能使天地解系列故事更加丰满 少侠可不要被身旁小人给蒙蔽了 甲华又古迹的两人组周崇之后 如今在天地解首忧成在领首容登场 我们来看一下周崇 狮子 狭克 属性为暗 可彼少侠的旅程提供一份助力 我想应该是没人想念了 天赋 狼 狼 星 雕影 暴击率获得百分比的提升 若主动攻击时 造成暴击则战斗后 暴击伤害的百分比回血 回复气血 越打越强说的就是他 周崇出现速度很快 技能巨星飞翅能够瞬间向前突进是可 若自身两格内范围少于两个人的话 那么他将技能结束后获得 巨星连长的技能 和冰璃小姐姐如此高度相似的技能 严重怀疑是周崇案例偷偷学来的 哦 这是连几的 如果这没有人角色的话 那就可以练了 但我自己是不想练了 强力的卫尼技能 狠力狂妖 能够在已达到的位置基础上 或者新的移动范围 并且自身暴击率提到 一个一定的百分比提升 多一次卫尼多一分胜算 哦 可以再行动的意思哦 怎么看就像技能改蛮多了 再看一次 然后放 放完之后可以再动 哦 他不算在行动了 只是他移动距离会变长一些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珠号 珠号狮子咒诗 属性为光可畏少侠的旅程 提供一份诸礼 天赋 玉法大师 气血大于或等于78时 法工与法术免伤 百分比提升 肉装法坦就是代下 恢律胜咒 协助回复剂 恢律胜咒对当的敌人造成伤害 且对当后会为队伍中气血最低的 友方回复气血 虽然是反派 但珠号还是有一些团队意识呢 都跟那个香蜗子的概念差不多 群体争议及预光阵法 能够为自身方的那个光系 友方提供免伤 为团队提高胜算把握 如果队伍中关系角色多的话 可以考虑让珠号登场施展下 总体来说 郑阳兄弟虽然人品差了一些 他在游戏中的使用性还是十分强力的 在吹少途径小客的时候 周崇则是一个性价比很强的选择 超高的暴击率加灵活的位移 可让阵容网组更多花样 而珠号则更适合用于团队向 可以保证阵容的韧性 少侠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理解想一想 周珠何必 两派归一啊 以上就是关于周崇珠号的全部介绍啊 不知道少侠对这一队的兄弟印象如何呢 在这个有个珠号这边 协助回复剂 这是跟相关只跟一样 攻击之后可以为我方其中一位 加一个血 可是最低的 我比较好奇是群体声音剂 自身放回内的关系有方提供免伤哦 看一下 免伤这个好像蛮实用的 之前有这一招吗 忘记了 好像没有 这个还不错耶 大部分的角色 我在上一次封色玩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光属性的角色居多 那如果他放的话 放回内哦 自身放回内 都可以免伤 可是这个免伤是指说物攻跟法攻都可以免伤吗 如果这两个都可以免伤的话 那可以打一回合的 的时间 我觉得还不错耶 可是看到周虫跟珠号就不想练了 哈哈哈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集的介绍啦 就是周虫跟珠号 这两个应该都是SR 应该没有改掉 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没有什么 合体机之类的 不过这边有做一个额外的动画 还蛮有诚意的 不知道后面还会试出更多像这样子的动画出来哦 好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IG FB 还有Twitch 谢谢大家 这集的收看 拜拜